由曾經開發過超爽快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狂彈風暴 Bully Storm 的前團隊成員 所製作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新作 烏火 Witchfire 看起來果然很有他們家的特色 最初在 2017 年底 這款作品就已經在 The Game of Wars 頒獎典禮上首度曝光 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終於在 2022 夏季遊戲節又再次現身 遊戲採用 Unreal Engine 開發 玩家將扮演女巫獵人 一手用祝福過的火器 另外一手用魔法攻擊 合成各種組合技巧殲滅敵人 我們可以施放大範圍的神聖魔法 或是在子彈上附魔 使用魔法子彈攻擊怪物 如何運用各種手法以帥氣的方式解決敵人 會是遊戲的一大重點 烏火 Witchfire 預定在 2022 年第四季 於 Epic Games Store 推出 想輸壓就要靠這款遊戲啦 字幕志愿者 歡迎訂閱